人称国中小创课教育界神人 有五专电子科和城市设计背景的他 在学生时代做过各类型的打工仔 从摆地摊、生产线、工程师、补习班讲师、娃娃车司机、电子研发工程师 大学毕业后却因错阳差地进入混沌的教育界 在以为光明的教育生态中不断摸索 立志成为苏文玉老师所谓的那道照亮孩子生命的光 他不会高深的程式或技术 但是他读书一格的创意 跳跃的思考模式 系统分析及整合的能力 幽默又有亲和力的语言 总是能让听过他演讲的群众惊艳地爱上创课教育 总是让第一次接触创课教育前来研习的老师一听就懂不再害怕 他的课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感觉仿佛上了课后自己就会无所不能 曾任篇相待课教师 森林小学教导主任 传统学校主任的他 总是身兼多职为资讯教育奋斗与创新 曾得过Great Teach创意教学和Inno School学校经营双料特优 第一名的他不爱参加比赛 但在学生的创课赛或展览中总是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为了全线的创课教育发展借调现往中心后 亦再度获得学术网络推广奖以及生活科技推广奖的肯定 反走过必留痕迹 从以前偶尔受邀担任研习讲师 后来变成教育处资讯类研习的同胞人 现在更升级为教育处业务承办人 直接掌管全线国中小的创课推广业务 不管是教师的资讯素养 教学与行政一化的能力 行动学习 创课教育 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他经营的脸书 资讯融入教学与行政一化应用 社群粉丝早破3000 他的YouTube教学影片 曾经单只就有一周6000人次的点击量 有1200人订阅 被点击27万次 他的部落格更早已突破20万参观人次 也是教育铺浪课史上 唯一开过10次线上分享课程的人 他就是他 他不是神 他也不是人 他就是那道光 教育里那道充满希望的光